好,接著我們要來開始先來簡單的看一些東西 那我們先進一個東美來面許的資料夾 資料夾 雲731 Google Apps Script 把剛才鍵好這檔案先拖進來好了 那我們點進來 其實這個 這個 Squip的語言 他其實也是可以附加在那個 一般的文件上 那我們的比如說我們的Google文件 好,他的工具的指令碼編輯器 這個也可以直接這樣做編輯 但是這樣編輯的話 可能就是綁在 這個Google文件上面 所以我們暫時先不用這種方式 這樣的方式的話 他的利用性比較低 那我們做好東西之後 就可以看要指定給哪一些文件 會比較方便 用這個先把它刪掉 好,沒錯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他的揭面一些東西 好 那這裡主要有一些東西 就是這個名稱我們設定了 那檔案這邊可以做一些新增一些東西 我們比較常用到是 指定碼檔案跟HTML檔案 他比較用 常用他會是HTML檔案 那這邊查看版本紀錄 那如果你有修改 他會做一些紀錄 那也可以還原 好,那 那 也可以重新命名 那建立部分管理版本 一般我們會 如果我們可以 做一些 變動之後 可以做一些敘述 然後把它儲存成一個新的版本 這個以後再來看 那公有專案屬性 專案屬性的話 可以寫一些說明 那這個 目前還沒有去摸 還沒有用到 那編輯的話 好像也比較沒有什麼用到 那這邊出發程序 我們 稍後會有一個 直接寫在這個裡面的出發程序 那執行紀錄 檢視這裡面比較常用是這個紀錄 這個會很常用到 他說請使用LOG的API 我們來試一下 這樣 那這個程式嘛 各位可能要稍微有點寫 JavaScript的 概念 那我們給他一個名稱 然後比如說 我們做一個叫做 Casterlogger 這是紀錄的一個 方法 那這邊用的就是 剛才那邊這邊有寫 顯示紀錄這邊他有寫這個方法 叫做Logger L-O-G-G-E-R 我們來測試一下L-O-G-G-E-R 那他有個方法 你打完之後 打一個點他自動帶出來 那我們來打一個叫Logger的方法 那這邊可以 可以輸入一些東西 比如說 測試看看 測試看看 那我們會常常利用到這個Logger的功能 來做一些簡單的測試 看看 執行起來是不是我們要的東西 那這裡會有一個執行 你可以選 你這邊寫的還是 比如說我們這邊 我再多寫一個 那這邊就會 等一下我們儲存一下 這邊就會有兩個可以選 那看你要執行來的的話 你就選哪一個 比如說我們執行這個 我們就選Logger 那這邊有個執行鈕 拆下去 他就會執行 那執行 因為我們這邊是說 你把它寫到這裡面去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檢視的這個紀錄這邊 這邊就會有一個 我們剛才輸入的東西 我們可以再改一下 多寫一個OK 然後執行 檢視這個紀錄 測試看看OK 那這個可以幫助我們 到時候如果裡面 成是有一些問題的話 我們就把它輸出到這邊 紀錄這邊來看一下 是不是執行正常 這個會蠻常用到的 那其他好像比較不常用 那執行跟底下這個一樣 比較習慣用這裡的 那啟動程序 那比較會用到就是這個儲存 那發布 我們稍後再來講發布的問題 發布可能到時候可能比較常會用到就是 第一個如果你有其他外面的東西 要來連進來用的話 比較會用到 那一下這個我還沒有碰過 不知道是要幹嘛的 那這個 這兩個的話是 就是顧客的商店的層次說 我們也比較不會用到 那如果你有寫Android的東西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跟Android的有關 那比較常會用到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以外化模式執行測試 好那我們先暫時就是先寫到最簡單的